聽不聽到? 有沒有聲音? 給我OK 麻煩你 給我OK 麻煩你 謝謝 謝謝 一年前我說香港的股票跌了一半 地產也要跌了一半 地產就慢了 是不是? 比較跌得慢 股票就差不多了 如果一天共產黨不走 我看就是每年就一半了 這個就沒得搞了 如果一天趕不到共產黨走的話 就每年差不多要跌一半 這些沒辦法 這個是大氣候 就是美國撤資 我不管你怎麼來頂 不過它 最貪污就 все 這大氣候就算ori cheaper 但這個完全按下去 不是很好的 跟港媒一樣 那原本就是說 我們打算高大的 越換都玩完了 所以當然這些東西 大家都對各位都有損失 對各位有損失 但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見過一些人撤資的那種撤法 美國那種買你的時候也很容易 但是扔你的時候也很容易 它那種投資那些完全不講人情的 一看不對路就個個都走 世界都跟著美國 基金都跟著美國 說走就走了 這件事就 還有人以為可以撿回 在金魚缸撿回就沒有了 這是過去的了 習近平根本就不喜歡股票的 股票這件事對它來說是虛擬經濟來的 它說實體經濟 生產啊 農業啊 連買買本身對它來說都已經不是實體經濟了 共產黨就是說計劃分配 不是靠市場分配的 所以它這件事根本不注重 你說今天跌了 那些大中國股股跌了 美國也好 香港也跌了 因為它有沒有損失呢 對中共那個立場來說沒有損失啊 那檔生意 那檔生意包括它的資產 包括它的身材工具 包括它的人才 是在大陸的 只要它派一個書記 共產黨支撥書記進去 那這就等於 這就想要一個先不懂就沒有關係的 只不過那幫先富喜來那幫人 還有外國那幫基金 還有香港那幫炒友 那就是你們的損失了 對習近平說沒問題的 他可能睡得著 不用看著那個指數 所以股票股市對共產主義是完全可以沒有的 可能根本是他不喜歡 因為這件事股市代表了私人的資本 還有市場經濟 還有很多都是資本主義的東西 不是共產主義的 共產主義裡面 有沒有股票市場 有沒有股票的 所有公有制 共產黨或者共產黨擁有一切 不是國家 共產黨擁有一切 它指揮所有的東西 所以看來這個聯繫匯率都不會維持多久 我先頭就以為是 先頭我們因為中共大家都知道 有兩批人 是不是有批人 希望改革開放之後 還實行那個所謂的市場經濟 那幫人當然是托著股票 但是呢 來了一個習近平之後呢 他就直接走回 覺得是不是有一個行為 還沒幻想去看到 這幾關 同樣的東西就是 賺到香港的資本就叫做 來 去年接壹下 香港的片天 是大tering 資本的資本 就是在香港的資本 銀紙有問題 股市、股票有問題 樓價、樓市有問題 那你還拿著什麼呢? 哎呀 真的 我剛才看了一份東西 英國那邊的樓都在起價 當然了 這麼多人湧過去 好 這個東西跟龔博士 香港事物我先說了 然後再請龔博士上來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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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勸些人不要拿股票 大陸也好 香港也好 樓市和股票都拿不過 我說平均一天共產黨在那裡 一年一半左右 真的 差不多一半的股票 樓價就比較跌慢的 但是我聽到說 聽到說 你廣東的親戚怎麼說 樓價又跌到一頭 聽說在深圳 我完全沒有問了 你沒有理 我不關心這些事情 不是這麼關心相對來說 今天是不是 你剛才開始說 我最早就沒有到聽了 是不是說那個緊急叫停的反制裁法 那個我還沒說 我只不過呢 那個等你了 那個等你了 我跟他們說 就是說香港的股票 香港的樓價 就是如果共產黨在那裡 差不多現在股票都跌到七七八八了 差不多近半四十多的跌了 那樓市就跌慢了 還有人出來托市 但是股票就跌得很快 因為股票快嘛 那些外資一走的時候 外資就很少拿樓的 美資在香港沒有拿樓的 他們全部都是拿股票或者債券 那他們走的時候 這個很明顯了 樓價就要持一步反應 所以我沒有說到那個突然之間改變那個所謂 那個叫做反制裁法 你從那裡講起 不如你開始講吧 麻煩 麻煩 先讀別人的新聞先 現在我讀自由亞洲段台語報 我經常都跟他們去promote別人 我開這個 這個消息是很重要的 對於香港人來說 消息是很重要的 在北京召開的人大常委會會議 未有如外界估計表決通過 將反外國制裁法列入《基本法》 然後再講實施 人大常委聲稱暫不表決 會令法律實施更加有效果 但政治學者和評論員都相信 北京評估經濟狀況和衡量風險後 由中共高層急叫停表決 下面 我很快地講一下那些 報道比較長 要將這個反外國制裁列入《基本法》 《基本法》是香港憲法 有學者這樣講 他說中國政治學者陳道銀表示 人大常委會臨時叫停表決 做法不尋常 相信是中共中央高層做決定 和最近中國的經濟情況有關 我下面就看看香港 我一個老朋友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瑞少怎麼說 劉瑞少說 最近提倡的多項政策 都令外資感到擔憂 實施反制裁法的打措指 造成實在 雙創比能收到的阻嚇作用大 而再在香港立新法律擔心外資會被嚇跑 其實這就是劉瑞少說得很到處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剛剛說外資撤資 如果《基本法》再多條反外國制裁法 大家走都算了 所以現在我以為你剛剛從這個講起 整個事情跟這個有關係的 就是外資撤資 當然了 這個是棺材最後的眼釘 不敢下 現在眼釘就叫做不敢下 所以你剛剛說習近平不緊 但是中國很多的領導層 現在這個中央這樣緊急表態 就跟領導層上邊 他們很多人在香港有利益的 他們不敢搞亂香港 不敢進一步搞亂香港有關係的 因為我自己知道 我有一些同學朋友在那邊說 那香港玩完我們個個都玩完的 香港玩完香港人想不到 香港對於中共高層那些人的財產 有多重要 我現在都數得出來 哪個不正樓市都有的 我現在數得出來 我懂得那些誰在香港 哪裏有樓市的 去哪裏住的 哪裏拿住的那些這樣 所以現在習近平 就是這樣 人大常委這樣 因為人大常委 也都好想香港有什麼的 有利益的 所以這樣我們再下去看 中共下邊的人會是怎樣做的 到底習近平有多大的能力 使得這幫人大損失 或者這幫人有多大的能力 阻止習近平使他們的財產損失 其他人的財產損失都不要緊的 但是這幫人的財產損失會很厲害的 小夏 我差不多一兩年前做了一個初步的估計 我再也沒有做節目 就是我自己估計 我自己一直都估計 還有我有時候跟小朋友說 跟朋友說 如果拿香港一個作為總資產來講 整個香港來做總資產來講 那些中共那些官 還有那些 未必是官的 有很多是廣東人 來香港都買樓的 廣東人債樓那些 就是屬於大陸資本的 包括所有的 一半左右 我完全沒有開玩笑的 一半左右 你只是看看股票市場就不得了 沒有開玩笑的 你看到股票市場就最明白了 比如阿里巴巴 我們香港人是很少的 最多不是5-10% 接著有外資 接著那些自己人 自己有的股份就很厲害了 自己有的就是我講那些人 權貴 權貴家族 這麼多 馬雲都是失失稅而已 5%左右 現在沒有了 所以 但是整個說來 不管是哪個黨派哪個派系 不管是 總之是 紅二代也好 富商也好 廣東的工業家也好 企業家也好 加起來 我們香港人是差不多佔一半 他們佔一半左右 所以他們自己在這裏置殘了 所以這次攬炒呢 我們香港人攬炒呢 他們當然是反對啦 攬炒著他們的財產 那習近平又在這裏大攬炒 我們就小攬炒 他大攬炒 那所以 那真的 習近平就在這裏大攬炒 所以我看到 我真的服了 就是我們想做一點點東西 多麼艱難啊 是不是 要廣伏這個廣伏 誰知道他一個命令下來 如果這個反制裁被他過了 他真的成功了 他真的可以這樣說成功了 但是你說一下 對他來說 在他的角度來講 那些資產還在中國啊 人又人才又在這裏 那個operation又在這裏 整件事都在這裏 他沒有不見到啊 還少了一些麻煩 不用你天天在這裏說 不是 也都不是那麽簡單 就是怎麽說呢 因為這些外資 前些年我們都做了很多報道 所謂中國的外資 外國人是假外資來的 現在中國都很依賴 那些外資是內資 出去又做回 但是這些外資 它是法律上真外資 它是法律上外資 其實全部那些中國的腐敗人 個個都想著辦法 將自己的內資變成外資 走出來外國轉一圈 再翻身中國投資 那翻身中國有兩重好處 第一個 他們受到外資身份的保護 第二個 他們有內地腐敗的途徑 所以你問一下外資 問一下美國人 他們每個人都知道的 真是賺到錢那些 所謂外資投資 美國人去愚蠢賺不到錢的 其實他們要跟中國大陸的腐敗的人合作 將大陸的人的資產變成外資 再進回去變成外資入內資 這樣他們就賺到錢了 所以這個是中國出口腐敗 很厲害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怎麼講起這種問題呢 就是撤不撤資 制不制裁外資 其實那些制裁外資 制裁很多那些人自己肉痛的 但是對於中國經濟來說 外資走很大程度 等於內資走 很大問題的 這次北戴河會 都有一些現象 就是那幫所謂的既得利益 那幫權貴家族 都是 當然是 北戴河 那些人說 剛剛開完嘛 我去那兩個禮拜開完就好了 沒有報道的 當然沒有公開了 不是啊 不是啊 都知道他剛剛開完嘛 不是啊 北戴河會有報出出來 北戴河會已經很長時間不開的 他不開已經 但是這次你說他 你說他formally也好 informally也好 這次就是結束了 他們說差不多前幾天結束了 就是那個 就是可能我身份來源 和你的身份來源 但是就是說呢 很多東西在這裡變成 就是開完之後呢 再開了一個經濟會議 就是那些常委的那些 以前阿趙子又開了那些經濟會議之後呢 就是財經會議那些 差不多都有些象徵呢 那邊所謂其他利益的那幫人呢 都在那裡想 不是反彈的 他們反彈的力量都有 就是開始呢 有一點點聽聽他們說一下 你看到汪洋啊 李克強啊 都有一點點的改變 是剛剛開完而已 剛剛開完差不多 我幾個星期左右 我們下來才說 我們下來才說 有些新聞來源 不是那麼可靠的 這個事情下來才說 哦 就是 我明白 因為國外以前最厲害的 是香港70年代 後來90年的證明 永遠做了很多會議出來 中國沒有過的 就是我有時就算是去年 前面兩年連續都有人說北大學會議 完全沒有這回事 因為那些人不在那裡 你都知道那些人在外面 還有識有識說 所以要小心一些這些 有時我會比較查多些新聞來源 我還沒看到大的報導 比較有信譽的媒體有這個方面的報導 現在那裡我不說了 就是說回那個殺制 那個關於反制裁的那件事 就是有幾件事 就是關於北大學那裡 我們也不說了 但是有幾件事就證明了 有人想殺制 不是等於成功 有人在那裡想殺制 就是因為他們好像你這麼說 影響到他們的利益集團 直接打擊他們利益集團 他們一定要不讓這些東西再惡化下去 這個制殺都很大的 就是我認真看到比較詳細的報導 就是反制裁法 因為它原來如果反制裁法 你只是人大推一個法 香港推一個令這樣 這是一回事 將它寫入香港基礎法 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香港這個 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 這種經商環境 所以這次這樣緊急叫停 而且叫到人大上來 我知道的情況就是裡頭 就是好像這個是小道小帝 我不說了 我真是很確實新聞來源 但是比較可靠新聞來源 上面有人是逐個打電話去談的 原來以前人大那些人就叫你什麼 叫你什麼中央叫就叫 這次都不是這麼容易叫 就是這麼說 就是國內有朋友認為 習近平整了這麼長時間之後 就是北京的朋友認為 它整了這麼長時間以後 下面反習近平的同盟開始已經形成了 所以下面不知道會出什麼事情 我們看香港經濟很多東西 大陸那邊的那種政治風波 會影響很大的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看一下 特別這次就是原來習近平在 就是用很多民族主義啊 外交啊那些什麼 在那一路在那裡戰狼啊 整一下整一下 整那些人沒有聲音出 那現在這次阿富汗事件呢 還在發酵的 就是這次阿富汗事件 使得很多習近平的對手啊 認為呢就是 就是現在是時間呢 從美國重新重報同佈 都說完了 因為美國需要它 從美國重新重報同佈 所以就下面呢 就是這個剛剛才幾天的事件 下面的事件會對中國的國內形勢呢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還是很難說的 但是目前看來呢 就是說美國方面 我在這邊聽一下 就是經常美國就 這次真的要 Humbo experience 變成真是 是不是我就這樣翻一下 就是 吃回那個humbo pie 是啊 走回那個路路 是不是又要跟中國啊 俄羅斯啊 搞一下關係 現在美國 就是怎麼說呢 這屆政府啊 他說這屆政府啊 就是川普那屆政府呢 用的人呢 是有常識的人來的 不對要打要什麼的 那就是在外國呢 他就作為一個普通人的那種常識 這屆政府呢 用了相當多學術界的人 就是我前幾天 我都說過就是 就是美國的民眾啊 2016年我看得很清楚的就是 絕對不相信專家了 現在變成了 我自己 我自己作為專家來說呢 我覺得我都不是這樣 就是不是 我們都是只有一個講字的 事後諸國良是特別多的 不是不是 起碼你不要說謊話嘛 很多專家直接說謊話 開眼講謊話 那裡最厲害的嘛 你只不過是 用你的傳統的辦法來做事嘛 但是那些專家 直接在那裡說謊話 這樣也有的 沒錯啊 你知不知道我自己作為專家身份 我經常講一些話你不中聽 那我有時都很失望 以前在 我都是一些外交政策的一些組織 一些的成員 一年多年來 剛才來整個疫情 就沒有了一些活動 不是我都真的 過個禮拜有很多活動 去那些地方 那你講一些 就是 我下次應該帶你去我另外一個組織 就是有很多大事在那裡 那些人呢 那些人說謊話 屬於不是那麼中聽的那些人 經常講一些好話 哦哦哦 忠言逆議 是 就是當時我怎麼會跟他們在一個組織裡 就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美國這些外交政策影響的力量 當時在2002、2003年 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這個組織就是 它叫Empire Salon 每個月有一次活動的 就是管它那個 不是管組織起床的幾個人知道 因為我做過那個組織的理事 後來我現在活動少了 他那個負責 就是那個人就是 Chas Freeman 就是傅立明 傅立明是誰呢 是當初跟著基辛格 他們在反國民中國做做翻譯的那個 中文很好 我做過巴特阿拉伯大使 後來他民主黨 但是這幫人是反對戰爭的 整幫反對戰爭的 所以就整個人在這裏講反戰 但是這幫人就是 就是美國和你非來的 任何事情都不要做絕那些人 那裡頭呢 左派右派都有 但是呢 基本上是比較 就是反對美國 對外干預的那些人 很不中聽的 很不中聽的 講的話是 就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他們很多事情都講對了 這樣 就是 就是這次阿芳這個事件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導火索 看看美國那些外交政策 怎樣看 就是左右兩邊呢 都有幾多反思的 同時關注到香港政策也是一樣 我相信呢 這次阿富汗事件之後呢 美國對香港的關注 關注度會上升 但是呢 干預度會下降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那些本屆政府 關注度會上升 因為他們突然發言 那些人什麼都不知道了 那如果聰明的話呢 就要有更多知情的人呢 去聽更多的意見 但是呢 干預度呢 他們會縮手縮腳的 嗯 嗯 嗯 我想問一問你 這次這件事還沒有結束 是吧 聽說還有整個 還有親美或者是美國人 還有親戚 加加起來 整個十萬人 一點都不少的 就是你知道 阿富汗那些人 是很大的家庭的嘛 一抽一扔的嘛 一個翻譯 可以扔著五個人的 是吧 所以呢 你覺得這件事呢 你覺得呢 實際這件事是很大的事 就是從來沒有過這麼差的 這麼差的事 還有現在都沒有很久 你猜美國國會會做什麼呢 接下來這兩個月會做什麼呢 現在這樣說 不僅是阿富汗 就是幫美軍 幫過美軍的人呢 就是和家屬出來 估計5萬人 還有1萬到1萬5千人 美國人 美國拿著美國的護照的人 是阿富汗 前兩天呢 就英國都不同法國 都派了軍隊進去 立即撤橋 接了自己的橋面走 美國 就是英國軍隊派進去阿富汗 出去了 都全部撤走 美國軍隊撤到明明 絕對不能夠離開機場 叫那些人自己來而已 塔利班就在路上 撤了很多路障 那些人就來不了 那你現在呢 就是國會 國會共和黨領袖已經講了 你如果不把美國人撤 撤掉那些美國人在那裡 出了什麼事情 彈劾 這個就是今早 Lindsey Grant還在那裡說 這個是high crime high crime and disminent 這個是high crime來的 你把美國人調不走 所以要彈劾這個拜登總統 那共和黨有些人 鬼殺這麼吵 千萬不要彈劾 彈了卡馬拉上來做總統 你是不是更壞 這個大家也都是清楚 副總統卡馬拉不見了 你已經不見了六天撈出來 你已經 去了東南華 還沒去啊 他先度假 度完假 因為拜登度假 拜登實際在Campaign 還在度假的 今次剛才回來的 那Campaign又度完假 度完假 就說去越南了 去越南 今天下午1點鐘出來 出來講 因為昨天出來講 還在講 什麼 打第三針的事情 Helma你要打 我打了一針 我的一針是全管的 不用打第二針的了 我的Johnson Johnson 你要打第三針 真可憐 記者要問阿火的問題 轉身就走 拜登就不理 所以拜登唯一接受了Q&A 就是昨天早上接受了ABC News 原來Clinton的新聞發言人 George Staphanous 他的採訪 中間就問他 他還說阿火一個人都沒有死 只在機場就死了 那些糊塗到 你都替他辛苦 他糊塗到 你看那些採訪都糊塗成這樣 真的 有時候有這樣的總統很脫臉 我覺得 所以共和黨的人 很多人是想著彈劾的 對於共和黨的人 是唯一阻止他們彈劾的原因 如果是有彈劾的理由 原因是 想想這個副總統上去是不是害死 所以現在就變得很困難 但是國會裏呢 國會採取不了很多措施的 在這個上面 應該是軍事外交 外交屬於行政部不管的 國會以前 騷擾電話 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騷擾電話 那麽國會唯一就是錢可以握著 那麽現在又沒有錢的 是撤僑用多少錢都要撤 無論多少錢都要撤的 所以這次阿富汗總結下來 更糟糕就是伊拉克 伊拉克最後都是這樣的 很糟糕 那麽加斯坦也好 中共也在幫他 這件事根本應該有二級制裁 不是的 塔利班 不在美國的恐怖主義組織名單裡 塔利班從來都沒有名單裡 那麽這個情況就是怎樣 這個世界上的殘暴國家很多的 沙特那些國家 就是很多國家很殘暴的 你將一個國家的 現在塔利班變成國家組織 變成國家 那麽你作為國家 你和它怎麽打交道 這個就是 就像你講的一樣情況 大家都說 中共是不是犯罪集團 那麽它做國家形態的時候 雖然大家深度知道它是恐怖組織 但是呢 在行政 就是要留條路 有得對話 留條路有外交關係 所以現在俄國中國全部沒有設大使館 世界上好像有幾個國家 好像加拿大都是說塔利班恐怖組織 但是美國沒有 美國沒有 美國總之現在沒有了 最近十年都沒有了 好像奧巴馬撤了下來 我忘記了那些歷史 所以 所以往下美國現在已經 拜登政府已經明確表示 他們會和塔利班新政權打交道 而且塔利班知道這個情況 最近塔利班經常放一些形象出來 外邊接受採訪說他們是 說他們是很溫和的 塔利班等等 現在的問題就是 塔利班是一個游擊隊組合 它不是 它是鬆散組織 下面那些 部落 還有很多不同的部落 是的 那到下面 上面那些人說什麼都好 你說這個溫和的也好 下面那些 現在這個消息都出來 照殺人 那些情況 那你怎麼樣 那最近幾天阿富汗就出現了 一些城市出現了遊行 那些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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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不足為分證 那些反抗力量 它是這個說什麼 那些反抗力量 那個很膽量 你覺得什麼 那些反抗力量 那些反抗力量 要強勁 反抗力量 後來又救援失敗 後來搞這麼一個年紀出來 這個是整個伊朗政策 當時伊斯蘭發明的時候 卡特政府也很沒用 Reagan上台的時候就把人質整回來 這個很長的歷史就再講了 但是這個時候美國國內的人 就對扣了美國人對自己的人命很重要的 對於扣了大使館的人質的事情本身 就真的是非常憤怒 所以後來伊朗在發展中 伊朗原來的伊朗 未革命巴列維那時候 黃巴列維王朝的時候 伊朗和阿富汗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 伊朗經濟實力相當強的 巴列維王朝很腐敗 我們也知道美國很長的故事的CIA搞政變 伊朗的革命就吵了很長的時間了 阿富汗是個部落國家來的 美國跟伊朗打交道 它始終有一種是跟一個成型的國家形態打交道這個做法 制裁也好 制裁也好 那個政權是穩定也好 不穩定也好 那個是一個政權來的 阿富汗這裡就出問題了 因為上次蘇軍走了之後 塔利班進去之後 打完很快的內戰 現在的阿富汗這個 塔利班這個政權 作為政權下來了之後呢 它又能不能夠形成一個政權形態呢 我們現在還沒看到的 那時候你下邊呢 如果你自己打起來自美國支持誰 又做什麼 特別是出現大量屠殺平民 迫害那些 那種情況之後呢 他就會變成一個恐怖主義政權 現在塔利班的人都很明白的 現在塔利班的頭 說幾句英文出來 他們現在要做一個 不是那種人 他們現在要跟以前的塔利班抹清界線了 但是下邊的人會不會呢 所以這個是問題 還有其他部族呢 烏茲別哈 烏茲別哈 土庫曼上其他那些 在阿富汗境外的人會怎麼樣呢 因為烏茲別哈 我記得烏茲別哈那個共和國 就是張塔利班定為恐怖組織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 當時關係直到很 因為他們北方聯同那些烏茲別哈人 所以這裏呢 我就不知道下去會怎麼樣了 真的不知道 你現在看這次關於那個 說回來的那個反制裁法 這件事發生呢 同樣的 現在我看很多很多其他人說的 汪洋也有一點希望帶頭 有人直接說他有可能接替 李克強 那邊呢 基本上那邊改革開放派啦 那邊呢 就在那裡希望可以溫和一些這麼多的政策 可以溫和 搞實際的東西 不過這些事情 現在暫時來說呢 習近平都是遠遠戰長風 就是講那個影響力 那你那裡最近這個二十大前 你怎麼看中國呢 我又不是這麼好的中國問題觀察專家 我有些都是有些 不過中國現在呢 就是上邊共產黨不論點啊 二十大以前 就是現在 中國一系列的那些社會亂象都出來了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 這四十年就是和世界經濟接軌呢 中國就大量依靠以前的紅利 人口紅利 道德紅利 各種我們可以講很多的紅利 我覺得現在呢 就是中國改革如果成功 有經濟成功呢 就是前食三十年 後食三十年 到現在食完那時候呢 那後三十年 什麼人食空了呢 那些情況就可以出來 我們看到有些報導 幾有意思 中國現在離婚都是百分之四十幾 中國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年輕人不肯結婚 大家躺平主義 中國的農村 所謂的那些模範農村 一個個在這裡跨台 所有整個中國社會的亂象 在這裡顯示著 就是這種東西呢 雖然好像很… 不是說跟哪個中英 哪一派哪一派鬥直情有關 但是這個跟它的經濟動力 等於你火車頭一樣 沒有了氣嘛 是 是 是 所以就是 現在今天人口紅利沒有了 現在中國生三胎四胎 多少胎都可以 沒有人生 出了這些事情嘛 人口老化全部 所有這些事情在這裡逐漸逐漸出來 使得中國本身這種經濟上 社會上這些危機 會逼到習近平那條路到底要走得多遠呢 我就相當懷疑了 他現在面… 他一向都說三駕馬車 現在三駕馬車都死火了 出口啦 樓市啦 是不是? 還有那個基本建設 基本建設都不夠錢了 現在都 竹竹建設 建設不夠錢 現在所以呢 三駕馬車都差不多 快點停了 情況之下呢 就不可能好 而且就算這樣 因為他內部出了這麼多問題 他在海外 海外做壞事都做不到 這個未必是壞事 要有錢的 要有力的 因為他內部這麼大複雜 一帶一路的錢就沒有了 是啊 沒了錢了 沒了錢 你不可以說要滲透 要賣通人都要錢的嘛 所以我覺得他整個是坨殺 頹殺 頹殺 整個內部 對內對外都都頹殺 未必是壞事 就是會恢復到改革開放以前呢 實際人家都當他沒有到的了 他那個所謂那個 在國際上 在國內根本就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經濟 政治都沒有什麼影響力的了 我看可能會變成這樣了 唯一他就是對付台灣的而已 其實昨天拜登已經是明確說了 拜登政府明確說了 因為台灣東亡 我們美國有防禦條約的嘛 這個條約就是 昨天講的 你說原子彈 就是核武器 美國有很多核武器 你急起來美國賣給人家 或者借給人家 你記不記得羅斯福的租借法案呢? 是 我借這個原子彈武器 其實美國的核武器先進過中國很多 當然了 當然了 那些制度的導彈 美國可以有辦法去阻止中國那種東西 所以現在美國呢 美國現在是面臨一個整個 你說中國出了這麼多社會問題 美國也出了大量社會問題 我們講了這麼多天 美國人民和美國兩黨 都是面臨著一個重新思考未來世界是怎樣的 因為全球化三十年 三十幾年都是互聯網時代以後 以後這個世界呢 世界真的發生了很徹底的改變 那現在講到底呢 都是每個國家思考自己存在是怎樣的意義 國家是怎樣的一回事 這些所有很基本的東西來的 但是人呢 如果基本的東西不想清楚呢 就真的做很難做嘛 所以這次阿富汗事件也是 你說阿富汗去打阿富汗 但是沒有想清楚國家是什麼回事 日日降 就是美國人有時候 我不是說爭取誰中共也好誰也好 但是呢 你如果認為 你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 可以空降給別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出問題 所以現在阿富汗 伊拉克全部出了問題 就是出問題 這些問題呢 出了二十年戰爭呢 第一年就出了這麼多問題了 所有問題都是老問題來的 但是呢 就是美國拿錢掩著嘛 拿錢拿人命掩著 那到現在真是 就是無法不面對 那看起來呢 那這陣子呢 就是布林肯 和阿富汗聊天 又和阿富汗聊天 又和中共和王毅聊天 看起來呢 他們要開始要談的了 就是說那個所謂的敵對思維 就改變了做大家談的 這些東西不能夠不談的 接下來呢 就是怎麼樣呢 中國其實這個承受很大的壓力 這個方面 就是跟著馬上 塔利班如果是那些人這樣來 馬上就要面臨大量的這個 大量的這個難民問題 你難民問題第一受到壓力的就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本來就不穩定的了 是 那再加上這些 就是巴基斯坦本來就 巴基斯坦印度 就是南亞次大陸 你怎麼辦 那跟著呢 中國和阿富汗有接氧邊境的 那中國已經新疆問題 已經搞到一頭露水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 早就難了 是啊 南疆啊 跟那邊直接語言都可以通的 是 中國已經就是 現在中國是 凡是在南疆 科科級幹部全部要配槍 是啊 你不知道出什麼問題 而且很殘暴的統治方式 那中國的計劃就是 我那天聽了一個 有一個負責的 原來負責過這方面情況的朋友說 中國的計劃徹底改變怎樣呢 維吾爾人1,100萬人 中國計劃就把這個 這個瓦魯莊寶江的水 引到南疆 就在那裡 將沙漠變良田 然後呢 移一、兩億人過去 就等於把你的人衝到沒有了 這個叫 這個呢 如果是我們正經 歷史上叫什麼 叫殖民 這個是殖民政策 用殖民政策 來改變新疆的情況 但是這當然是一雙情願的 那些水 是不是拿了印度的下游啊 是啊 那些水上游啊 引走了 印度下游就沒有水 全部引起國際問題 鬼殺這麼吵 所以現在這個阿芳 這個事情是一個爆發點 老老實實說 美國呢 就是對美國的影響 遠遠不像對周邊國家影響大 長期來說 長期來說 遠遠不像 就是中國好像很得戚 你們美國輸成這樣 美國 就是 說回美國隔著一個大洋孤立主義 你難民走得很難走 如果現在這樣 特別是現在疫情之間 又是藍色又不打防疫針 那些呢 很難搞的嘛 所以你最難搞在周邊國家 就是巴基斯坦肯定第一個頭痛 昨天我做一個和印度做一個節目 他們說 如果它上面一折流 上流一折 立刻打仗 沒辦法 你斷了人家的水 大哥 斷了人家的水 就是斷了人家的命 立刻要打仗的 這件事 實打的 你土地一帶沒有水 就會沙漠化 那你現在新疆那邊沙漠化 要是沒有水 那如果把水引了過來 就變成涼田 就要人家印度那邊沙漠化 是 所以這些是 真是大問題 現在習近平知道頭痛了 整個一帶一路 好像得了阿富汗 好像贏了 實際就是爛的 爛到一塌糊塗 不過現在就是 講到最後 都是經濟 經濟就是實力 今時今日我們這麼關心中國 就是因為它有實力 整整一下它沒有了實力 就沒有東西看的了 就是美國就是被人欺負了 分分鐘就逼它改了 它現在這一年來 自己傷害太厲害了 就是我剛才說三頭馬車 跟著又得罪了美國 其它的全世界 其它的國家 根本就幫不了它的 就是跟它做生意 大家有來有往 就沒有什麼虧底 又沒有什麼好處 沒有什麼虧底 但是美國就一向都是根本就是 我們香港人說黃大仙 有求必應 總之整個 特朗普就說 你整個中國國 你都是靠美國的 真的沒錯的 一點都沒錯的 全部都是靠美國的 當然我們中國人勤力的 我們用了美國的資本 真的可以富起來 但是沒有美國的資本 哪裏有東西看的 那些全部有時間搞的 沒有那麼好處 所以我看這次 看起來整個形勢來講 中國是很弱的 非常自己搞的 它自己傷害自己更厲害 加上現在全世界對付它 我看它的問題 這個所謂四面受敵 這個就沒有變化這個形勢了 是 所以 兩個人說的 那個形勢會變成這樣 對中共來講 會變成什麼 美國這樣有兩年時間 什麼都不要做 真的 變成鎖死了 變成大家互相鎖死了 有一句字 這些事情很多變化 因為這些多邊關係 它多邊變化 好像阿富汗 你不知道 到時候巴基斯坦 印度出了什麼事情 都像多邊 但是美國這個 從小報紙政府的時候 鎖定的一個政策 不是鎖定 我是認得開始這個政策的人 極力要和印度多些來往 有個問題 就是印度 其實美國當時 我現在說回90年代的時候 是有心培養印度 就是更多和印度做生意 更多什麼的 但是現在中國用它的國家力量 做起這些 怎麼說呢 你們香港人和台灣人 就很大責 不是責任很大關係 因為美國在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傾盡美國市場的力量 幫助亞洲四小龍 因為這些亞洲四小龍 是形成了在中國 包圍中國圈的部分 這個亞洲四小龍的人 到80年代中國開放之後 全部都是廣商台商 進去把中國帶起來 不但將資本技術帶進去 而且將這個know-how 出口的途徑帶進去 所以這個是連鎖反應 印度就沒有這個 印度是缺了這個know-how 但是印度有一個 印度就學校到英國式 後來印度自己 見到很好的技術學校 就是它的學院 印度那些 簡直是西方一流的 好過清華不知多少 所以印度現在大量工程資 在西方 是 是 那往下端呢 就是在這個新技術 新的市場 新的技術 人工智能 這些方面呢 美國和印度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也要再要提 我讀歷史 經常講歷史 不懂得講未來 我就這樣 這段時間印度 印度幾個國會議員都請我過去 因為他們都很響應我 所謂的中共是跨跨犯罪集團 印度基本上沒有什麼靠中共的 就是沒有什麼靠中共 它就爭到中共死 因為這次它損失慘重 這次那個武漢病毒 所以他們就很想定 我也想著 我也想著 我也沒問題 印度很值得去的 實際 如果最早就多打針 不是這麼大的事情 最多打多針 這些事情 就是那個生命 現在這麼重要的時刻 我們要做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些安全問題 可以用其他辦法克服 所以一定要去的 印度真的重要 還有我們在說那個 我們在說那個 就是我們在說那個 所謂的媒體那些 那些 印度很大的關係 這幾天我都在跟他們說 他們非常支持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說那個所謂 我們在搞那個所謂的 一種媒體 第二次再說 第二次再說 今天講到這裡 今天講到這裡 各位 今天是星期幾天 今天是星期五 明天 明天 說明天 那就是周末了 好不好 那明天還有其他 還有什麼 我跟各位再談一下 多謝各位 好 OK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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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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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